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博仔饭在今年6月推出新专辑回归 并在事前宣传时加入成人平台OnlyFans 发出了不少大尺肚子拍照掀起网友热议 近日他在节目中分享了他在该平台上进行宣传的经验 谈言自己选择成人平台来推广他的歌曲是因为歌词较为露骨 他解释自己出道多年来已经发行了大约400首歌曲 长期活跃在娱乐圈大家对他太熟悉了 使得宣传工作变得更具挑战性 因此他决定使用一个更有争议的平台来吸引大众关注 而结果正如他所料事件引发了热烈讨论 达到了宣传效果 此外菩萨范还透露自己在歌曲MV中身上出现的稳痕之真的 而且是由他的男性经纪人制作的 起初他们尝试用手制造出稳痕的样子 但效果看起来不自然 最后那选择让经纪人亲自在他身上制造稳痕 请不吝点赞 订阅 打数据收听